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画完了之后咱们同样的去绘制它的身上的一些其他效果就是这些刻度 刻度的话咱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中间有三根二十四根四根短的然后一根长的这样的一个方法 然后首先去绘制不管它长短先绘制出来 一根线人家粗 往这四个像素好像要粗 咱们给它两个像素 给它一个颜色稍微生两个颜色 给个黑色 然后调一下透明率 Ctrl H 再大点 好的就这样 归在上面 一个绘制完成之后咱们用我们的小黑选中之后 从它的边缘位置开始 然后复制一个Ctrl Alt T 然后给它就制定一个规范规则 然后三件加 T 复制就可以了 这个咱们可以先复制一部分 等下就是再多次复制就可以了 咱们要把它的一些长度 要然后每隔一个 然后是四个选中四个 隔一个选中四个 然后隔一个选中四个 然后给它稍微Ctrl T 压扁一下 这样的话咱们一个就这一段 绘制完绘制出来以后 其他就比较好绘制 然后我们的小黑全部框下一下 然后直接可以直接拖拽复制 按照Alt键 Alt加Shift加按我们的设计键 这里一定要记得让两根长的对到一块 这样的话我们就能保证它 去重叠在一起的 然后继续Ctrl全部 然后再次复制 然后去到这里 同样是让两根长的线转将它叠在一块 然后减去不需要的部分 上面的困制完成之后下面的就比较好 直接复制就可以了 复制一个 然后分出T 然后垂直翻转 然后给它移动到我们的下方 一定要贴的变 抄出去的吗 没有抄出去 然后这个困制完成之后咱们再画它的一个中间的调频的列表红线 这个的话咱们可以用直线工具去画或者是直线工具都可以 直线工具吧 这个就用 画个稍微粗一点 然后颜色的话 咱们可以把它吸取一下颜色 然后这个也是个界面 咱们给它改成单色线 这个颜色好像有点不太对 慢慢再重新吸取一下 然后把它的大小改一下 然后它贴合到我们边缘上 Ctrl T 改一下 好 接着把我们这些文字不放给你们打开 嗯 我忍着 帮你 我颜色自己颜色也自己给它改一下 改成一个平方 看一下有没有 然后搭桥的话 我们这里给到一个34看一下 36有点小 这换完了之后 接着把下面的歌词就感觉好像有点小了 比较40吧 上面的咱们可以看到是相对来说比较大的 然后Ctrl A 然后让它聚中一下 然后再按着Alt拖拽它 然后下部的这个歌词部分是比较小的 可以给到一个三双 同样Ctrl A对齐一下 然后让它的两个的间距稍微调整一下 那挥制完这些之后 咱们接着挥制底部的这些按钮 底部的按钮 我们可以直接复制上面的这些按钮复制过来一个 把这个按钮 把我们这个项目左侧大钮给它复制化一个 然后这里选组给它拉下来 然后这里的颜色的话 现在我们要对它进行一些更改 就比如说这里的颜色 然后可以细取一下旁边颜色 给它提的稍微亮一点 然后描标颜色同样也是 要进行一个处理 改它稍微比这稍微深一点 然后下拉箭头的颜色 就先给它旋转过来 四五路 然后删掉其中的一个点 这里点 它拽到我们合适的位置上 然后复制一个出来 复制一个图层 然后编个组 让它和我们的这个圆进行一个对切 然后颜色改一下 两个颜色 描边的颜色改成红色 压扁一点稍微 这应该是稍微要粗一点 这应该是稍微大一点 同样 肯定还要对齐到我们这个参坎线上 这两个没有被稍微脆一点 六个小 我对齐一下 这个画完了之后 然后接着咱们把它的一个三个 四个四杆鸟这个画一下 四杆鸟的话 我们同样的方法也是啊 先画它的一个背笔 先画出来一个背笔出来 这个我们的一个圆角度数的话 给到的是一个 十 四个四杆鸟 然后这里有点感觉 它小 然后我们这个好像还有点小 我们看一下 让它大小 差不多有一板 咱们这里的话 我们这个差不多 高度比较小 六个八 然后给个六个八 然后这里的 我们间距的话 稍微变大一点 那首先我们给它一个 啊 这颜色 把它瞄瞄去掉 洗几下这个颜色 然后对它自身进行一个复制 把它放到最上边 自身进行一个复制 分出复制 然后 选中这边了 进行一个托转 哎 这边好像复制错了 复制 复制的时候 一定要记得要把它复制全 他们可以看一下 就是说 这是我们的 呃 四 十 嗯 分成了 平均平均分成了四份 然后每个中间都有一个间距 然后这个咱们可以先把它的一个宽度 整体宽度看一下是多大 四百七十六 我们可以算一下 这四百七十六除以我们的 除以四 差不多是一百一十九 然后这个样子的话 那我们可以给它一个一百一十六宽 可以让每一个单独的是一百一十六 然后空缘出来几个 这个咱们看一下是多大 小了 然后咱们看一下一百一十六大概在哪个位置 这个可以让我们看 一百一十六 可以让我们看一看 传统在这个位置 然后把它给拉一个根材管线出来 拼着地 小点去 广泉 然后移动过去 然后 我们要记得就是在这里稍微给它向上 向上两个像素 向左两个像素 这边的点旋转 向右两个像素 然后把它的颜色改一下 这一个画出来之后 其他的就比较好画了 然后直接按着我们out进行复制 四个出来 把最后一个和我们这里保持一个对齐 然后左移 两个像素 然后选中四个 然后平均分布一下 我们这个流的间距好像有点大了 嗯 大了的话 那么就重新给他一下 这三个就删了 把这里稍微向1234移出来四个 移出来两个吧 看下效果 再去平均分布一下 看一下啊 这样的话这个大小还好 但是有点不平均 不平均的话我们就可以手动的给他改一下 把这里加长一点 这里加长一点 都让他中间的一个缝隙是两个像素 再换完了之后 接着咱们把他们四个复制一份 然后Ctrl1合并一下 然后用我们的小白工具 框选上部的所有点 向上进行一个移动 你不用框选所有点 就直接移动他本身就可以了 移动过你 这样 然后改颜色 这样的按键的一个凸起 我们就做出来了 接着咱们把它的一个啊 身上的这个按钮做一下 首先这是一个圆角的一个三角形 圆角三角形的话 我们可以呃用我们的自定形状里面的 圆角三角形 这里边应该有一个圆角三角形 那没有没有的话 我们可以呃 这个加载全部 递加一下 找一下 嗯 这个好像不是圆角的 应该有一个圆角三角形的 嗯 咱们看一下在哪 啊 这个 啊 直接画一下 然后给它旋转一下角度 反了 嗯 反过来 然后右边画一个我们的 我们刚才画一下 描边凸起的话比较好 然后填充取料 然后描边给它改成一个单色 嗯 吸取在这里颜色 好 粗细应该给到一个三看一下 然后给它两头改成圆头了 然后把它稍微拽长点 然后把我们三角 同样颜色改一下 移动一下 然后编个组 啊 我们这根线感觉有点长了 长的话就给它再往回 收一下 然后复制一个出来 先把我们下面的这一个给它进行一个对齐 跟我们底部的 我们这一块进行对齐 跟它对齐 去动一下对齐就可以了 另一边显示出来 然后移动过去 然后反转一下 水平反转 同样让它对齐到我们第二个这个 一起一下 然后两个同时向上移动一下 上下去一下动 一旦画一个新出来 新的话比较好画 我们用圆可以来捏一个出来 嗯 描标去掉 填充改成单色 吸取一下这颜色 新型的话我们首先找到最下面那个圆 圆最下面点 然后按照这键打断一下 然后这里也是打断一下 然后把它向下转 然后这样的话 嗯看出来也出来了一个新 但是这个新的话肯定是不太好了 然后把它给稍微拽一下 这里也稍微拽一下 然后这里稍微调整一下 让它这个新整个看起来饱满一点 我又歪一点 这样的话我们就先就比较快松的能够画出来了 然后把它稍微 大小调整一下 让它在我们视觉上面跟我们左侧的这张按钮要保持一个一致 我们先小点 然后跟我们第三个按钮 最后一个 让我看一下 把事情下载 下载的话 能不能可以去借用一个上部的 刚刚我们有用到的 这里 借用一个它 然后把它放到我们一边的最上方 然后给它缩小一下 然后再给它画一根竖着的线 这个我们把它描写边类型给它改成 这个我们把它描写边类型给它改成 其中的 然后在里面再绘制一个我们的底部的一个这样的形状 画一个圆角 可以比较小的一个圆角 两个像素 然后建个蒙版把多余路板给它剪掉 然后把它给我们第四个形状 然后把它给我们第四个形状进行一个对齐 这样的话我们整个的一个界面 就是音乐播放器的一个界面就做完了 好 谢谢大家的 然后今天的课程就这样 咱们再试一样 麻烦 我们下我们下总要看 那我们下方的课程 咱们下方的课程